海贼王中那些品级一般 但被用到很牛逼的武器 韦田曾经在SBS里表示 有些武器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阶级 但是在强者长期使用过后 也许就会变成传说级装备 所以有些人的武器 本身也许并不是名将锻造 也并不属于大业务系列 但丝毫不影响武器的含金量 萨伯的水管 从卡普小时候 卡普就有拿根水管的习惯 到了艾斯 萨伯 陆飞 水管三兄弟这里被发扬光大 然后被萨伯完美继承了 从少年舒海到革命军二把手 一根水管走天下 而且萨伯的武装色很强 水管上附上武装色也是很能打的 毕竟在得到 萨伯就用这根水管直面大象藤虎 而且现在萨伯又很喜欢配合烧烧果实 在空中闪躲藤诺 很难不怀疑 马力乔亚一战 藤虎大意了 头上的伤就是被这水管给敲的 鹰眼的挂链小刀 鹰眼的无上大块刀12弓 也自然不用多说 这个挂博小刀 鹰眼专门用来嘲讽各路对手 因此本身不会是什么高品级装备 但耍起来那真是不次于各种名刀 小刀虽小 可鹰眼的形象又在锁龙心中高大了几分 给了锁龙前所未有的激励 当然这得看谁用了 鹰眼就算用锄头战斗 也能把这锄头用到无上大块刀系列 维尔哥的竹子 维尔哥的武器就是一根竹子 因此他也有了一个比较帅气的绰号 鬼竹 竹子虽然就是根竹子 但被维尔哥武装色硬化后 这也是非常猛的一把武器 光是有硬度还不够 维尔哥将竹子高速旋转后 积累的离心力 加上本身的硬度 能打出威力极大的盾气冲击 其威力足以直接干断斯摩格的海螺石使手后 并将其打得丧失反抗之力 不仅如此 维尔哥的这根竹子还能当枪炮使用 能够吹气膨胀 然后再以吹剑的方式发动攻击 好家伙 Timo队长是吧 乌索普的弹弓 作为海贼王里最独特的一个狙击手 别人都用各种鸣枪 乌索普用弹弓 但这一路上 乌索普两次对自己的弹弓做了改造加强 一次是乌索普用橡皮筋 换来了一大袋子空倒背 改造弹弓 强化成弹弓2.0 兜 经过两年期间修炼 又强化成弹弓3.0 且能变换三种大小体型的黑兜 各种形态 可以根据战斗情况和射程变换 让它不次于任何一把鸣枪 纳美的天后棒 纳美的武器一开始也挺离谱 本身就是一种开宴会助兴的道具 乌索普和纳美这俩人 真的是一个敢给一个敢用 但期间经历了空倒背强化 小空倒强化 乌索普普兰奇合力改造强化 以及融合了雷云宙斯的强化 一共四次升级历程 这堪称是从最烂的品级 打造成了神装的一件装备 如今爱尼路的绰号小纳美 陆飞的无上大拖号 陆飞最灵魂的物品 除了草帽 就是这双人字拖了 两年前陆飞就用这双拖鞋 血战各路强敌 直面海军大将 两年后这双拖鞋 可以强化为无上大黑拖 怒踹七五海 当然这里说一下 明哥的眼镜质量也确实不错 在蛋糕岛 这双拖鞋还钳制过卡尔的土龙 到了鬼岛 陆飞学会霸残的第一波反击 就是附在自己的无上大拖号上 结巴栽戒 可见陆飞下意识中 自己是有武器的 就是这双拖鞋 应接凯多一棒 和四皇平起平坐 起初他真的只是双拖鞋 而如今想必拖鞋也有了邪灵 他也是伙伴 凯多的八斋戒 SBS里说品级一般 但依然传说的装备 正是说的凯多的狼牙棒八斋戒 看样子凯多的武器 初始阶级 甚至连最低的业务都算不上 但正因为他陪伴凯多 成就了一番霸业 可以直接跃迁品级 不至于无上大块刀系列 还记得乌佐普在常练岛 说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吗 不知是爆炸头造就了拳王 还是拳王成就了爆炸头 这么看的话 那也只有拳王 才能让爆炸头 变得无比强大和闪耀 唯一一个能让大将同虎 棘手的能力 西流说 我的隐身果实能潜伏于无声 杀敌于无形 真是个绝好的能力 同虎微微一笑 有点垃圾 下一个 三世说 我的战斗服不仅能隐身 还有迅雷不及眼耳盗铃 想盯当仁不让的速度 藤虎摸摸头 嗯 还是有点垃圾 下一个 布鲁诺说 我的门门果实 可以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敌人的周围 然后偷袭 藤虎点点头 嗯 那出门吃拉面倒挺方便的哦 下一个 黄元说 我的闪闪果实 不仅有西流的隐身 删至的速度 布鲁诺的突防能力 还能亮下对面的眼睛 瞬间屏蔽对方视野 害怕了吧 藤虎啼啼啼嘴 嗯 可爱呢 阿巴巴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gill 此时索龙一路小跑过来 看到藤虎一脸的无助 于是 也就是陆飞能干出来的事 作为船上的挨揍王 陆飞不仅是被纳美 日常捶得满头包 索龙和山智 有时候还想活活割了他 毕竟陆飞那蠢萌的脑回路 往往会秀出 那令人难以预判的骚操作 因为陆飞对钱这种东西嘛 完全没有什么攒钱存钱的概念 大概只知道有钱就可以花 在空岛上 草猫一伙得到了一些黄金 后来换了三亿贝利 瞬间成为爆发户 不过其中两亿 上来就被弗兰奇小弟抢走了 还有一亿 纳美放在了保险柜里 一亿就一亿吧 本以为可以买一些奢侈的家具 没想到司法岛结束 陆飞直接就开启了作死模式 一晚上干光了剩下的一亿贝利 开了一场巨大的派对 请全城的人免费喝酒吃肉 免费嗨皮 对这件事呢 陆飞不仅没有觉得做错了 还在那嘰嘰嘰的笑 后知后觉的纳美 那真是揍的陆飞 连卡普都认不出来 索隆山智蔫坏蔫坏的 这会算账的时候 这俩老哥早就溜了溜了 不仅如此 陆飞事后还敢理所当然的 向纳美要零花钱 气得纳美真的想把陆飞原地掐死 要说陆飞还有什么 只有他能干出来的事 那绝对是将果实能力 用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全新领域 一招真鞭腿 直接甩着索隆山智腰间盘突出 敌人队友一网打尽 那可谓是效率极高的一条蝙蝠服务 除此之外 一条蝙蝠服务 还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捞人 为什么只是捞人 因为通常情况下只捞不救 能不能活着着陆 那就看造化 索隆山智这俩人 一个扛斗一个邪后 就这还差点被陆飞给玩死 索隆不止恩赐 扬言要原地砍死陆飞这货 所以能做陆飞伙伴的前提是 实力强不强那是后话 身体扛不扛造才是立足根本 当然除了这些 还有直击灵魂的跳楼机体验 其实戒网引中心的凯索长 也经常这样玩 只不过像陆飞这种 带着一群人玩自由落体 摔不死也得吓尿的运动 可谓是绝无仅有 看着逐渐坠落的众人 索某人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窃喜 这次终于他们不是老子了 还有也就是陆飞 能想到在乌索普收藏的卫贝里放屁 把山智给坑惨了 拿冲击被轰开牢房 就这么简单的事 山智先是拿了阴被 放出了一条由乌索普发出来的奇怪声音 被人当成大沙雕 这就算了 最后拿成了卫贝 开关一按 方向四溢 山智秒上头 原来陆飞把自己的屁给冲进去了 不仅如此 想想这屁里甲烷浓度是得有多高 山智一句屁要炸了 这何止是炸了 连地上的井盖都给轰开了 牛皮 总之千奇百怪的骚操作 也就当属是陆飞这脑回路 能干得出来 陆飞几次罕见的用刀精力 在最新一期中 索隆顺利拿到炎魔 迫不及待的给大家开箱测评 加上霸气 一个海岸就给消掉了 在之后的测评中 差不多就驯服了这把极品装备 另外之前陆飞从天狗山飞射那里白嫖的 哦不 应该是明抢的二代鬼射 也物归原主 除了索隆 陆飞也一直对这种好装备有莫名的兴趣 而且当时陆飞也能用剑纹色 感受到二代鬼射的存在 当然陆飞显然不会玩刀 更不是对剑术痴迷 而是特别喜欢这种帅气 并且能让自己变帅的炫酷装备 品级位列大块刀21弓的二代鬼射 这也是能让索隆为之兴奋的一把刀 当索隆看到陆飞手里的好刀 想拿过来看看 好声好气的表示 我的手已经洗好了 可以摸一下吗 陆飞果断拒绝 索隆瞬间缠哭 那边霍金斯把牌都洗好了 三人准备来盘斗地主 没想到这俩队友就先吵起来了 接下来和霍金斯开战 陆飞开局直接把刀翘给扔了 鼓舞士气嘛 陆飞的士气是鼓起来了 索隆的心态是崩溃了 心在滴血的索隆 看着败家船长的新招式 狗摸狗摸挠之二代鬼射拳 索隆就站在原地齐心吊胆 陆飞第一次玩刀 可以追溯到七岁那年 在红发面前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当海贼 是个勇敢的男子汉 自己给自己戳了一刀 因此留下了眼下的这个伤疤 虽然早早和刀结下缘分 但别人是有了武器实力增强 陆飞比较特殊 很多时候有了武器反而还是个累赘 多年之后跟阿龙打 捡起来两把刀朝着阿龙一顿乱挥 此时的山智刚加入没多久 还以为陆飞会玩刀 完蛋 陆飞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伤害2.5 还不如一拳过去来得实在 要说陆飞有没有把刀用好的时候 当然有 在恐怖三围船的时候 罗拉等人把一个海军剑术高手的影子 塞进了陆飞身体里 影子主人的力量和技能也就叠加到了陆飞身上 一个娴熟帅气的拔刀斩 惊艳了众人 吓蒙了自己 论陆飞的正确使用方法 那就是给他不停的塞影子 由100个影子堆成的梦魇陆飞直接开挂 再配上传说中的40米大刀 开了影子挂 打装着陆飞影子的奥兹的时候 完全就是碾压局嘛 一刀就重创了奥兹 打的莫利亚也是头破血流 所以 素有刀剑仇支撑的陆飞 只有在剑仕附体的时候才会操作 否则 别管陆飞拿到什么好刀 最后都得用来打水漂 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悬赏令 有些人的悬赏令令人直呼哇塞的并非赏金 而是与众不同的气质 比如说山智 每次悬赏令都是跟他过不去 从头到尾就没有一张像样的 而山智还是非常在意自己形象的人 气得山智常常双膝跪地 以表悲愤之情 司法导后全员悬赏 唯独山智的悬赏照片是画的 而且还剧丑 以至于让山智惊呼这TM是谁 原来是摄影师当时忘记打开镜头盖 拍出来的是黑乎乎一片 还以为是什么灵异现象 所以无奈之下就凭印象画了一张 而这张悬赏令还诡异的壮脸背锅路人迪巴鲁 一张悬赏令能同时牵连两个人也是牛皮 之后山智被熊拍到小一万那里 顶上战争后 山智选要从小一万那里得知陆飞的情况 而又死活不承认 这张悬赏令上的照片是自己的 小一万却非要让山智证明 他是草帽团成员 否则就没有资格知晓陆飞的情况 两人就开始互相软磨硬泡 最后山智终于承认了 也费了山智半条命 这下总能透露陆飞的消息了吧 没想到这时候 山智脸上的痛苦面具 着实太显眼 小一万转而又说一点都不像 一顿漂亮的耍猴操作 气得山智直接吐血 到了第二张悬赏令 说不上帅 但最起码正常了很多 结果又跟大家不一样 明确写着直许活说 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到了第三张 山智表面上是逆袭了 直许活说变成了死活都可 赏金超越索隆 结果名字从山智变成了文斯默克山智 到头来只因为杰尔玛的恶名才上涨的 气得差点又是一口老血 所以说本部一直都没有找到窍门 把陆飞赏金调低 把山智照片弄到巨丑 可以同时让草帽两大战力羞愤而死 而每次都跟山智作伴的是乔巴 这俩人可谓是草帽团的难兄难弟 对自己的悬赏令 一个是除了赏金对什么都有意见 一个是除了其他的就对赏金有意见 因为赏金惨不忍睹 乔巴非常难过 不过乔巴的两张悬赏令上 说巧不巧的都有棉花糖出镜 有必要告诉乔巴真相了 乔巴 其实海军的这150倍率 是悬赏你手里的那两串二手棉花糖 所以不要难过 这赏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别想多了 同样是跟大家不同的 是布鲁克两年后的悬赏令 那就没有其他人这么片面了 眼上会海报改悬赏令可还行 就相当于把时尚杂志的封面 撕下来加了几行字 罪犯的标签之下 又有浓浓的网红气息 堪称海贼王里最非主流的悬赏令 写真通缉海报三位一体 方方面面属实令人难以忘记 当然了 除了有拿海报改悬赏令的 还有堪比用自拍当照片的 那当属是面子王红发的自拍悬赏令 虽然红发本来就帅 但这角度 这气质 这眼神 还有这飘逸的头发 有着浓浓的模特摆开风 因而就有了红发去找吴老星要面子 想把自拍印在悬赏令上的梗 所以要说面子王可以面子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把自己最帅的自拍 印在悬赏令上 红发的面子可以问人挨个要 但红发的帅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 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 索龙核心装备的升级历程 小时候被古依娜打败了2001次的索龙 历史要苦练剑术 并告诉古依娜 未来最强大剑豪 不是你就是我 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在海贼王里 有人能从一万米空岛跳下来 头着地毫发无伤 也有人从楼梯上摔下来 被强行领合犯 因此索龙继承了古依娜的 和道一文字 以及他的那一份意志一起变强 品级位列大快刀21宫的和道一文字 也成了索龙此生唯一一把 不可替代的核心装备 长大后的索龙因为迷路 找不到回村的路 被迫当了赏金猎人 再后来被陆飞稀里糊涂的拐走了 此时的索龙 另外两把刀只是普通的刀而已 所以在和未来师父鹰眼对决的时候 被无上大快刀12宫之一的黑刀叶 如同黛鱼一样 斩碎成好几段 但大快刀21宫的和道一文字 完好无缺 果然是好装备 这也意味着玩三刀流的索龙 必须要找两把好刀 不然七步成不了好师 转身还不认路 可是有钱男子汉 没钱汉子男 于是在罗格镇为了买刀 被迫接受了纳美放的高利贷 这里可以看出 索龙绝对是顾家的好男人 有钱也不乱花 咱能靠本事摆嫖 那绝对不靠女生套药包 老板心服口服 腰刀三代鬼侧 和凉快刀50宫之一的血走 一并送上 三个耳钉 三把刀配三刀流 索龙就是这条该上最亮的仔 前期的核心三剑套起了 跟着陆飞走南闯北 征战四方 立下汉马功劳 只是在逃离司法岛的时候 血走被秀恩上校 用秀秀果实给腐蚀了 这把陪伴索龙走完阿拉巴斯坦 空岛 水之都 司法岛的装备 就此终结 后被索龙埋葬 以示缅怀 在恐怖三维传 埋葬血走之前 索龙和龙马对决 得到了和之国 斩龙武士龙马的认可 获赠黑刀秋水 因为当年收尸大队队长 剪摸金啸魏莫利亚 被凯多虐了 气急败坏 打包带走了大批尸体和东西 索龙拿到的时候 已经是被龙马千锤百炼成了 坚硬无比的黑刀 等于是装备属性 基本都点满了 索龙的实力也随之增强 加上在鹰眼那里 面试通过拿到offer 苦练一星期找入近两年 把秋水玩的极其娴熟 两年后头巾一绑 小诗一念 霸气一开 战无不胜 令索龙没想到的是 在和之国秋水被偷了 不过秋水作为和之国国宝 还回去也是合情合理 正所谓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一起来的还有桃花运 在和光月日和 建立了纯洁的友谊后 日和提出 用父亲光月玉田的炎魔 抹去索龙 痛失身体 哦不 是痛失秋水的遗憾 大块刀21宫的炎魔 是比三代鬼侧 还要难驯服的刀 会吸收并擅自释放 使用者的霸气 能砍断海岸的斩机 更不是一般人能控制的 而这把刀 仿佛就是等着索龙来了 索龙很快便适应了 傲娇的炎魔 哦 还有一把刀 明刀鼻蓝 可以在一把刀上 召唤出一个长鼻子大神buff 极具威慑力 因此被人称之为 仅此一把的 衣上的退刀 但必须靠海楼时的 联动作用才能获得 耐久度有限 耐久度为零食 便会损失一位伙伴 所以索龙只舍的用过一次 肉美价廉的乔八同学 说到海贼王里 性价比最高的海贼 乔八乔老大 必定要有一席之地 在不变身的情况下 脾气温和 呆萌可爱 身材小巧 不占空间 饭量不大 独爱棉花糖 最重要的是 现在是挂着一百赏金 打着几十亿的价 寒酸的身价 换算下来 也就差不多等于 几分报纸的价钱 也就是说 把乔八卖给海军 可能还换不来一串 他最爱的棉花糖 但是只值一百倍率的乔八 可以活捉四皇大妈 可以衬托出高冷罗的沙雕 还可以当船上的储备粮 所以这么超值的万能盟物 有钱也买不来 乔八能上船 首先要感谢纳美 第一个发出邀请 不过乔八这波 反向藏身的造操作 跟反向抽烟倒是有的一拼 说到这儿 不得不看一下 乔八最开始的设定 长啥样 不仅跟锁龙一样会玩刀 还跟三智一样会抽烟 关键这长得 属实是社会了点 有不少人表示 如果乔八长这样 宁愿原地起锅烧油 让陆飞把它给炖了 别人上船 要么是陆飞登陆一小时 在线送的 要么是拿命换的 唯独乔八 那不是拿命换的 是差点把受邀人的命 给整没了 三智和陆飞这俩坏哥哥 一个专业做饭 一个专业吃饭 乔八落他俩手里 那是追得乔八满屋子跑 虽然最后成为了陆飞的伙伴 梦想是研制出万能药 不过这万能药 暂时还没谱 万能储备粮 是被迫当的真有滋有味 乔八就这样 沦为了三智 尤其是陆飞的嘴边餐 当三智被抓去结婚后 饿极了的陆飞 失去理智 张嘴就要对乔八一顿啃 看把孩子咬成什么样了 这个道理告诉我们 人是铁 饭是钢 未来海贼王不吃 也得饿得慌 别看陆飞和乔八 是吃与被吃的关系 这两人有着无比相似的共同点 那就是脸盲 堪称草帽脸盲二人组 乌索普带个面具 鼻子都遮不住 显而易见的问题 全团人就这俩哥们认不出来 两年重聚时 陆飞和乔八无比默契的 把甲锁龙删至认成了真的 反而搞得甲草帽团一脸懵逼 比较尴尬的是 人家甲草帽团都看不上乔八这只 离不离猫不猫的宠物 虽然乔八同学肉美价廉 但这一百倍力实在对不起他的战绩 打CP9的时候 拼了命的打 蓝波球当饭吃 怪兽形态下的乔八 一拳把CP9的位置给吹蒙了 司法倒后全员悬赏 乔八费了大半条面 悬赏50 气得乔八无语宁言 在得倒打了一圈酱油的乔八 反而是赏金翻倍 后来为了保护桑尼浩和纳美 与大妈周旋 舍命挡了大妈的皇帝剑 还要和大妈同归于尽 名副其实的一百赏金 打着几十亿的价 结果蛋糕倒结束 乔八一分钱没涨 越努力越幸运 这句话在乔八身上似乎没啥用 还是越炖越好吃 比较适合他 现在好了 亲手俘获一只40多亿的大妈 再不给提赏金 那就说不过去了 不然乔八要对伟田来个灵魂质问 不会吧不会吧 你不会真的想看我丢下一百贝利 大摇大摆的从海军本部走出来吧 最能get到路飞杀雕脑回路的女人 罗宾 要说路飞有时候的奇葩脑回路 船上的其他人都无法瞄懂 但这时候 有个女人却往往能和他一拍即合 那就是罗宾 最集中的体现 当然是那一次 路飞忘了马尔科是谁 罗宾从背后默默飘过 扔下一句 长得像菠萝的那个 路飞才恍然大悟 然后小马就 人在家中坐 菠萝添上来 从此 菠萝就是小马 小马就是菠萝 除了这个 罗宾还会跟着路飞 一起叫其他人的外号 路飞叫罗特拉南 罗宾也跟着叫特拉南 路飞叫卡文迪许卷心菜 罗宾也叫他卷心菜 路飞给巴托洛米奥 起了个机关头的外号 罗宾就紧随其后 叫他小鸡君 主要是路飞 压根就记不住他们的全名 以符号代替了 罗宾明明没这毛病 显然就是附黑 纯属学的好玩 所以感觉罗宾这波操作 莫名的反差萌 而且路飞 罗宾这俩大脑洞 通常可以相互作用 在罗第一次 说到德雷斯罗萨的时候 路飞又是记不住名字 说成了德雷斯罗婆 然后罗宾就能联想到 一个叫德雷斯罗的老太婆 还边说边成像 不得不说 罗宾这拍利德的属性 以前的那是淋漓尽致 在冰火岛的时候 因为前方有条河 大家想办法渡河 路飞刚说完 自己和罗宾是能力者 不能下水 罗宾就联想到了 索隆和乌索普 傻不垃圾的 驮着自己和路飞渡河的画面 还有就是遇到熊的时候 熊说自己是肉球果实 肉球人 哪知罗宾对肉球人 精髓的理解就是 猫脚下的那堆肉垫 想想其实也没差 就是突然感觉 有路飞那味了 当然除了能给路飞 想到一块去 罗宾将还有自己 独特的一套杀雕方式 总的来说就是语出惊人 和迷之审美 总之 罗宾不只是有啥说啥 还要加上自己奇奇怪怪的联想 关于这点 如果罗宾去当医生 恐怕是光是给病号 写个诊断证明 就能把人吓个半死 最后再解释说 好了 这只是一个小感冒 至于迷之审美 当时就看狮狼画出来的那条 四龙飞虫的物种来看 硕实是把罗宾给蒙到了 罗宾是一路呆蒙的 喊着卡哇伊上去的 不过现在看来 莫名其妙 也觉得这条龙有点可爱 还有乌索普给罗宾发明的 僵尸浇花器 灰不溜秋 造型非常迷惑 浇花时还会一阵乱叫 其他人显然是欣赏不来 罗宾反而非常喜欢 爱不释手 经常拿他来浇花 反正这种奇奇怪怪 令人迷惑 但是又说不上 哪里不对的奇特玩意儿 是最符合罗宾的审美了 虽然罗宾平时温文尔雅 温柔大姐姐的属性 但是一旦开始沙雕起来 那也是拦也拦不住的 剑士的克星 四分五裂果实 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果实能力 使用者就算是挨了 世界第一大剑豪的几刀斩机 也会毫发无伤 使其懵逼 他的存在就是恶心这些玩刀的人 这个就是巴基的四分五裂果实 他不仅能让自己裂开 也能让弥某人裂开 巴基可以被动 也可以主动分裂 也就是不管巴基有没有剑文色 敌人刀剑上有没有武装色霸气 所有的斩机对其都是无效的 除非是用含有海楼石材质的刀剑 所以这个能力 只要不被靠上海楼石 能力者可以在推进城的牢笼 和明哥的鸟笼里出入自如 但是盾气对他依然是有效果的 也就是凯多的一棍雷鸣八卦 巴基要是没有能预见未来 那种级别的剑文色 照样能跟拍黄瓜一样 被凯多拍地上 那在剑士面前 四分五裂果实能力者 这不就怎么砍都砍不死了 砍不死是真的 但是可以让他无法复原 根据四分五裂果实的设定 巴基的分裂也是有极限的 巴基是可以分裂成碎片 但是如果分的更细小 就没办法控制了 如果这样的话 巴基这辈子就彻底成了 字面意思上的人渣了 比如把巴基扔进绞肉机里 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复原了 除此之外 四分五裂果实还有一个奇葩的技能 就是浮空 浮空本身不奇怪 因为像明哥也可以用果实能力上天 明哥是用线拴着云飞 如果万里无云空旷无云 没有借力物体 那就只能下来没病走两步了 巴基身为分裂人 只要一分裂就可以浮空 奇怪的点在于 他双脚必须得着地 而且有效控制范围是 以双脚为中心 半径200米的范围内 超出范围就不受控制了 就是开局巴基被陆飞打飞后 他的屁股和腿只能留在原地 最后还差点被他手下给埋了 前面说了 他的双脚必须得着地才能飞 可是在推进城 陆飞抱着巴基的脚 巴基还能飞 这是卡bug了还是开挂了 照这个无限飞行的飞法 巴基自己抱着脚 驮着锁龙 俩人三天就能到拉夫德鲁了 布鲁克的几个无敌属性 黄泉果实的布鲁克 50年前因为灵魂迷路 没能及时找到自己的尸体 找到时也是一堆白骨 一直以来 只有一副骨架 和一个虚无缥缈的灵魂 也因为布鲁克等于卡了个bug 所以很多时候 在其他人都受不了的恶劣环境 或者攻击下 对布鲁克却几乎没有影响 第一 免疫寒冷 因为布鲁克没有肉体 也没有体温 所以当动得牙齿上下打架的陆飞他们 为了预寒 而当起了真正的海贼 去抢人家衣服的时候 布鲁克就很淡定的在后面看戏 但让乌佐普迷惑的是 为什么不怕寒冷的布鲁克 也抢了一件免疫 布鲁克直言 气愤嘛 只想和大家有一样的寒冷感 因而布鲁克并不会因为过分寒冷而被冻死 第二 布鲁克不吃东西 不喝水 也不会死 就比如 他的灵魂在海上迷路了一年才找回湿海 正如他所说 他活着的根本是他的灵魂 有趣的是 布鲁克依旧有正常人的思维 而且经常忘记自己其实是个没血没肉的骨头 但依旧保持生前的习惯 应该吃饭 应该喝水 喜欢喝红茶 喝牛奶 保养骨头 等正常的生理反应 并且有时候还很胆小 其实很多东西对布鲁克丝毫造不成伤害 这也有了布鲁克经常跟胆小组一起烘托气氛 但实际上 他自己根本就不需要怕的迷惑之处 第三 免疫雷电 布鲁克可以有效限制大妈造出来的霍米兹 而又对雷击免疫的布鲁克 自然丝毫不怕宙斯 所以被宙斯击中完全没事 那布鲁克即便在爱尼路面前 爱尼路也拿着一团虚无缥缈的灵魂 毫无办法 第四 免疫一部分毒 比如毒气和病毒之类的 他和路飞那种经历过某些痛苦经历后 才获得一定的抗毒性不一样 没有血肉之躯的布鲁克 一些毒气本来就对布鲁克 没有什么实质性伤害 在核治国 布鲁克和马尔科一样 是可以免疫奎因的冰鬼病毒的存在 马尔科有再生炎 而布鲁克是直接无视 不过麦哲伦那种具有强烈腐蚀性的毒 恐怕还是能伤到布鲁克的骨头 但只要没有腐蚀性 布鲁克在毒面前 基本上就能保持毫发无伤了 这里或许会有一个疑问 布鲁克不也有被毒气放倒的时候 完全是装的 然后自己睡着了 毕竟一副骨架躺在那里 可以完美被无视 并避开被抓捕 第五 免疫一定程度的刀剑斩击和骨折打击 对布鲁克来说 就算砍掉他的头颅 他都可以用灵魂再把骨头给组装起来 所以就会看到 头都掉了的布鲁克依然淡定 理论上他200多块骨头 全散架了都可以再接起来 除非是给他的骨头本身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 粉碎或者灰飞烟灭那种 不过布鲁克除了自己能组装骨头 喝牛奶也能修复骨头 所以想给布鲁克的骨头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仅凭利器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第六 海水对他的影响比较小 并不是说布鲁克游离于设定之外 一是他可以在水面上飞奔 身清如燕 甚至还能背着加洛特 所以就会看到 布鲁克经常往海里跳 因为他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沉下去 二是即便沉下去了 海水的本质是让能力者无力 并不是直接让能力者血槽清零 对布鲁克这种不需要呼吸的骨头来说 也不会被淹死 最多是躺在海里 等待草帽团捞尸大队来救援 第七 免疫任何吸水吸血能力 布鲁克曾经说过 自己是一副完全干枯的骨头 这也让鱼恩岛上 能把水分吸干的乌贼枪 对他毫无办法 这样的话 老杀的吸水能力 对布鲁克也无效 字幕级的炸炸果实 自然也不能从布鲁克身上炸取水分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布鲁克真的就是无敌的 而且对他无效的攻击方式 还有很多 这也就是布鲁克自身特别神奇的地方 那些年 陆飞进过的小黑屋 想要成为海贼王 不蹲几个有排面的监狱 怎么能磨练坚韧不拔的意志 而陆飞的坐牢经历 那是相当丰富 不过陆飞可不是 傻不冷灯的白白蹲耗子 每次那都是多多少少 歪打正着有点收获 陆飞出海后 蹲的第一个小黑屋 便是那个桶 没错 就是这个开局一个桶 队友全靠前的桶 本来是有一艘船的 结果遇到了超级大漩涡 然后炮坏鸟枪 只能躲在桶里听天由命 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小黑屋 才被人捞到船上 不仅结识了 现在的海军后起之秀 克比 在克比的帮助下 同而还去拐到了 第一个伙伴索龙 这波小黑屋 蹲的一点都不亏 之后在橘子盛 陆飞邀请纳美上船 那不是谁都像索龙那么好坑 纳美说 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就考虑一下 然后拥有见前色霸气的纳美 就把陆飞给耍了 绑起来送给了 当时还是该溜子的巴基 并落入了巴基的袖真监牢中 疯疯癫癫的巴基 也证明了 什么叫运气好到爆 被自己的巴基蛋给爆飞了 巴基蛋炸巴基 艺术就是爆炸 关在笼子里的陆飞 最后被负伤了索龙 连人带笼子 一起给硬生生的扛走了 而这次敦浩子的经历 不仅认识了红发的损友 未来直播王 兼运气王 大神巴基 还让纳美第一次见识到了 海贼也有情谊 这波也不亏 进入伟大航路后 到了阿拉巴斯坦 陆飞一伙人闯入雨宴 陆飞一帮人就在前面无脑跑 斯摩格就在后面无脑追 然后一起无脑的落入了陷阱里 困在有海楼时打造的VIP牢房里 任人宰割 又一次进了监狱 还好山志前来救场 强迫三哥做出了蜡烛钥匙 打开牢房 草帽捞尸二人组 火速上线 索龙还顺带把斯摩格给捞上来了 斯摩格为了还这个人情 决定放走了陆飞一伙 陆飞才能甩开这块 从罗格镇就一路黏过来的牛皮糖 发现陆飞随身都带着一个 怎么着也拔不出来的蘑菇 不过陆飞并没有在牢房里待太久 毕竟不是特制的牢房 很快陆飞就从屋顶上跑出去了 在这里陆飞替山志完成了毕生的梦想 率先找到了奥布露 还结识了做梦都想和陆飞结婚的女帝 熊这一巴掌 拍出来一个璀璨的人生赢家 因为稀里糊涂俘获了女帝的芳心 陆飞靠着女帝七五海的身份 又进了最有排面的监狱 深海大监狱 和大神巴基那是因为监牢相知 也在监狱联手 缘妙不可言 巴基和三哥那边开始开锁放人 大赦天下 陆飞与小冯重逢 遇到了小一万和闪电 把老沙 盛平 Mr.One给放出来了 两队人马那是嗷嗷叫 还有蒂奇在捡漏 把麦哲伦气得脑儿疼 两年后到了庞克哈萨德 刚结盟的罗路组合就吃了败仗 又给陆飞弄进去了 一起来的还有老御友斯摩格 蔫坏蔫坏的罗 其实早已把自己的海螺石手铐 换成了普通手铐 因此也救了其他人 同处一世能让人感情加深 到现在为止 陆飞和罗还整天腻歪在一起 这一次的阶下球体验 也让斯摩格重新看清了草帽一会 到了德雷斯罗萨 鸟龙这个特殊的监狱 更高级也更智能化 整个岛的人都是育友 而陆飞这回蹲耗子 更是赚的盆满钵满 遇到了萨博 干部战完胜 收了一大群小弟 组建了草帽大船团 挤进了五亿赏金俱乐部 人生到达新高度 除了鸟龙这种智能化监狱 在蛋糕岛 陆飞还蹲过奇葩的舒本监狱 在里面还差点把手臂给扯断了 不过就在十万火急的关头 慎平就场 一拳秒杀欧佩拉 用火烧毁了舒本监狱 救出了陆飞纳美 当然以上陆飞蹲进去的原因 要么是被骗 要么是轻敌大义 要么是事出有因 没有一次是正儿八经进去的 直到遇到可爱多 那是一棍雷评嘎巴 硬生生凭实力 把陆飞给抡进去的 体验了凯多 借网瘾中心的高端服务 陆飞进去一看 呦 这不是新世界再会的基德老哥吗 怎么 再会网 你这网瘾也不小啊 好汉不提当年瘾 省点力气搬砖吧 之后哥俩每天就是搬砖 吃饭骂凯多 再蹲俩月 怕是要把凯多给吃哭了 纵观陆飞以上经历 一个篇章一小蹲 两个篇章一大蹲 可谓是牢房蹲了又蹲 每次不曾有亏 要问此人是谁 当属牢犯王陆飞 分分钟想要原地结婚的 女帝波亚汉库克 对绝大部分人来说 顶上战争是一个 残酷激烈的血腥战场 而对女帝来说 却堪比浪漫感人的婚礼殿堂 看着未婚夫带着伴郎们 跑来婚礼的路上 炮火子弹和私生叫喊 纷纷化作宾客们的红包与祝福 与陆飞的婚后生活浮现于眼前 一国之主的自己 可以当牛做马 做个贤妻良母 没错 女帝这会幻想症又犯了 当然这什么原地结婚的幻想症 完全是遇到陆飞之后才有的 女帝之前是最讨厌男人 因为早年的时候 女帝及两个好姐妹 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沦为了天龙人的奴隶 第一次见男人 就遇到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 这天龙人虽然带个人字 但是跟人沾边的事 那是一点都不干 拿通红的铁捞就往人身上印 这算是给三个纯青少女 留下心理阴影了 之后泰哥徒手爬上红土大路 直接偷了天龙人的家 三姐妹可算解放了 在雷厉下棋 撒婆婆的帮助下 回到了女儿岛 尽管女帝登场没多久 就踢狗踢猫踢海豹 给人一种嚣张跋扈的印象 不过这也都是她一种伪装的外表 因为童年经历 让她有着刻骨的自卑 但是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陆飞逮捕片的人 陆飞从女帝的澡堂的房顶上掉下来 女帝距离解放天性就越来越近了 要知道女帝洗澡 那都得清场 背后的烙印绝对不能被看到 而不光背后 前面的也不能随便看 这女儿岛突然出现了个带坝的 还是在最不开出现的地方出现了 属实是把女帝给吓蒙逼了 然后女帝就什么甜蜜干风 吻枪往陆飞身上一顿甩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陆飞满脸不在乎 换成其他人不是实话 就是原地起飞 就连无数中将也得给自己一刀 才能稳住别浪 女帝当时也迷啊 这是个啥玩意儿 行我治不了你 我找人来治你 这也看得出 女帝刚开始对陆飞还是很排斥 始于颜值是不存在的 让女帝的看法有所改变的原因 一是因为橡胶果实可以 是因为在敌对的情况下 挡住了好姐妹背后的烙印 二是女帝让陆飞从自己走 还是救玛格丽特她们 两者中做选择 没想到陆飞选择了后者 并磕头感谢 第三点是女帝真敞开心扉 把自己的过去告诉陆飞 陆飞表示自己不仅垂过天龙人 还要见一个垂一个 并且完全没有瞧不起女帝的身世 这下完蛋 女帝彻底沦陷 始于澡堂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吃鱼结婚 得知陆飞要去救艾斯 好女帝也不管什么仇恨世界政府和天龙人了 毅然决然响应本部召集 为了陆飞就算天涯海角也愿意去 之后女帝就换上了陆飞 一喊就须 一抱就软的病 到了顶上战争 那就厉害了 女帝都算不上是立场模糊 她的立场是谁敢欺负陆飞就踢谁 海军海贼一起揍 完全就是一护肤狂魔 平时几个超新星 才能勉强干费的和平主义者 女帝直接一脚把头给干碎了 斯摩格更是再次尝试了欺负陆飞 就得挨揍的恐惧感 两年修炼前 听到雷丽要带陆飞进行残酷训练 女帝管她是谁的左膀右臂 这都快把雷丽的鼻涕给捏出来了 还有之后一击大方向脚踢巴雷特 这一脚不仅把罗给欺懵逼了 还把电影院给踢砸锅了 所以说女帝强不强 取决于陆飞受伤重不重 顶上扇针后 重伤陆飞被罗带走 女帝抢了 搜军舰就追上来了 听到陆飞伤势严重 也是嗷一下就哭出来了 女帝对外一向高冷 唯独在陆飞这里 可谓是百变女帝 上一秒娇羞 下一秒就吃醋 就因为陆飞跟佩罗娜搭了几句话 因为陆飞船上有纳美罗宾 女帝就会各种受不了 感觉陆飞出轨 或者自己被抛弃 以汉顾客的脑洞来说 完全可以脑补出几百集 渣男和痴情女的恩恩怨怨的苦情剧 所以说女帝有三宝 撒娇 吃醋 方香脚 两年后女帝也是亲自为陆飞送行 那一大包东西不是别的 正是对陆飞沉甸甸的爱 还把自己的衣服给陆飞穿 阻挡海军军舰掩护草帽一伙 顺利出行 七五海制度废除后 率军来围攻女帝的不是别人 正是克比 女帝帮过陆飞 克比是陆飞小迷弟 卡普是陆飞爷爷 是克比师傅 而这关系太乱 克比看着办 女帝同样是人不怎么在线 但人气从来没掉过线 近两次投票都是高居地时 话说回来 如果两年前陆飞努力一点 现在二台都该有了 陆飞是个人上人 陆飞当年划着一艘小船出海 兜里没有钱 身边没有人 船上只有一个桶 原本以为 陆飞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海贼 原来是一个各种后台放身的人上人 能多次把罗杰追到绝境的 海军英雄卡普是他爷爷 被世界政府忌惮地称之为 世界最凶恶罪犯的革命军老大龙 是他爹 四皇红帅是他的引路人 海贼王的右腕 明王雷厉是他师父 光是这几个人 就囊括了海贼 海军革命军 三大势力的塔尖人物 两年前有哥哥艾斯出手相助 两年后有哥哥萨伯保驾护航 可谓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那是人情世故 小机灵鬼凯撒和陆飞对决的时候 本来吧反派就死于话多 然后凯撒这货还牛批轰轰的 在陆飞面前跟陆飞比背景拼后台 凯撒说自己的后台 是四皇凯多和几乎海明哥 嘲讽陆飞 这些人他都惹不起 陆飞二话不说 一拳就抡凯撒脸上了 把凯撒的牙给打掉了两颗 没想到他以为陆飞没听清楚他的后台 爬起来又说了一遍 然后又挨了陆飞贴脸一拳 陆飞表示虽然出来混不怎么提背景 但是这货非要磕背景 哪来的自信 因此在陆飞这里 不管别人后台硬不硬 只看自己肚子饱不饱 只要把饭干到位 对方有什么后台他都敢捶 光是七五海 老沙莫丽亚先后倒在陆飞的拳头之下 被凯撒引以为傲的明哥 在那之后也倒了 熊是陆飞自家叔叔 罗和慎平是陆飞自家好兄弟 女帝干脆直接就是现场单方面任卡普当爷爷 巴基是手中的替罪羊 连鹰眼都成了锁龙的师父 前前后后十一名七五海 一半以上不是被陆飞捶了 就是跟蒙七家沾亲戴故 而陆飞还可以很镇定的 得知和说出自己的背景 早在陆飞得知龙是自己的爹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皆是目瞪狗呆 唯独陆飞 只觉得原来自己还有个爹 小一万还想用老大龙的名字 吓一下陆飞 没想到少主就在眼前 陆飞那让人意想不到的背景 加上稀松平常的语气 硕实是把小一万给吓傻了 而且在陆飞这里 对方是不是四皇 有没有这个头衔都一样 从白胡子那就敢当面出言不逊 但是获得了白胡子的赏识 何况还是自家哥哥的老爹 跟新报道的四皇黑胡子结仇已久 后来又惹了四皇大妈和凯多 新世界四皇惹了仨 剩下一个还是自己的引路人 最后自己还当上了武皇 之所以赤犬每年都孤独的吃年夜饭 因为海上势力中 不是陆飞的手下败将 就是突然的沾亲戴故 如果都不是 那就揍飞他 千万不要跟陆飞比背景 世界乱不乱 陆飞一家说了算 海贼王里的五大迷惑定律 这第一呢 就是墨镜定律 因为在海贼王里喜欢戴墨镜的 下场都比较惨 比如清智 至少从二十年前就开始有戴墨镜的习惯 比如明哥 从小就戴墨镜 一直戴到大 让人感觉明哥眼镜才是本体 责法在海军的时候不怎么戴墨镜 但是自立门户后开始戴 还有维尔哥和明哥一样 从小戴到大 结果下场那是一个比一个惨 清智 元帅没当成 还断了条腿 留了一身疤 这还算好的 明哥直接就连接四党 眼镜连人一起飞 现在蹲进去了 老改RNG 就这都算好的 责法是被好学生老黄 给打成马蜂窝了 这也算好的 因为死的有尊严 最惨的是维尔哥 被罗大卸十六块 粘在栏杆上 最后爆炸也没出得来 大概率是挂了 如果真挂了 那可谓是死无全失 还有痘痘眼戴墨镜的波克穆斯 最后掩护草帽一伙撤离 阻挡敌军被围困 波克穆斯没死 但也肯定伤得不轻 所以墨镜定律 衍生出来的第二定律就是 谁墨镜戴的越长 下场越惨 林哥的眼镜还换过 维尔哥从小到大 连款式都没换过 哦 了然 你看隔壁机智的黄老爷子 戴的太阳镜 活得好好的 第二是全身武装色 碧桂定律 一个皮卡 一个维尔哥 这俩是一个比格硬 皮卡不光是全武 还有实施果实能力 维尔哥垂得斯摩格 有点怀疑人生 结果皮卡和维尔哥这两个人 连惨败的方式都差不多 都是被玩刀的 开膛破度大卸N块 索隆和罗一起 堪称全身武装的克星了 第三就是非常有名的 铁块定律 遇事不决用铁块 这玩意儿谁用谁机器 而且钱都不敢说是万能的 但在这些人眼里 他铁块就是百分百万能的 见谁都用铁块 在遇到陆飞他们的时候 第一次交手不知根知底 瞎用铁块就算了 在黑万责法面前用铁块 这是怎么想的 所以铁块有多铁咱不知道 但是这头必须得铁 第四 山智的点烟定律 爱尼路给山智点过烟 跑月球上去了 艾斯给山智点过烟 战死 佩德罗给山智点过烟 战死 给山智点过烟的人 两死一退油 萨伯表示 弟弟船上有这么个魔咒生成器 现在他很是慌的一批 第五 恩爱夫妻定律 都说海贼无爱情 并不是无爱情 是因为恩爱夫妻 还越是那种轰轰烈烈的 往往下场越不好 比如居鲁士和斯卡雷特 斯卡雷特被枪杀 居鲁士断腿 塞尼尔和陆西安 陆西安植物人 罗杰和陆九更不用说了 反而双方都是海贼身份的情侣组合 还普遍好很多 像贝基和气风 老蔡和babyfile 所以以上这些魔咒定律的中奖者 那是非死即伤 下次再有符合标准的人出现 那就得多多留意了 那些年陆飞给别人起过的外号 七步成师转身迷路的索龙 和奇葩外号张口就来的陆飞 俩人有个共同点擅长起名字 索龙是给自己的招式起炫酷名字 而陆飞是给别人起沙雕外号 在第二次遇到巴基的时候 鸡哥表示 最起码也是陆飞开局 遇到的该溜暴死 让陆飞体验过牢狱之灾 让索龙尝过背后捅刀子的滋味 没想到陆飞上来就喊了巴基一声马愤 直接就把巴基给喊懵逼了 巴基在汉字的角度上来说 正着读反着读从来没怕过谁 论英语必有记记外巴基 那可是唯一一个名字里带bug的人 结果被陆飞叫成了一坨屎 巴基的心态原地崩溃 同样因为发音相似 被陆飞抓住把柄的还有 卷心菜卡文迪许 因为前半部分发音相似 陆飞通常只记别人前半部分的名字 后面就胡拼八凑 拼出来什么是什么 马愤卷心菜的概不负责 除了这些 陆飞还要根据特征起外号 经常叫巴基大鼻子或者红鼻子 红鼻子白胡子 红发也得给面子 带颜色的绰号 听起来很是排面 但巴基最讨厌别人调侃他的鼻子 然后两个人就各自亮出 祖安身份开始互喷 在愚人岛的时候 陆飞先是非法入室 非法蹦闯 吓得本来就胆小的白星公主 嗷嗷一顿哭 弄得陆飞也是没辙 这么大一只人鱼公主 天天以泪洗面 陆飞干脆直接就叫白星胆小星 这个外号形象且可爱 在陆飞第一次遇到布雷的时候 因为当时布雷是坐在 巴姆大王的树干上 再加上僵尸同款肤色和身材 陆飞还以为是一根树枝在上面 所以就叫布雷树枝 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事 这越叫越来劲 琐时是把布雷给叫崩溃了 你说你叫布雷 他就叫你树枝 你说你叫布雷 他就叫你树枝 这左晃又晃的 最后把布雷自己给晃进去了 还有刚见面没多久的奎英 陆飞一高兴叫了他一声气球 可能陆飞看到奎英 就想到了自己开橡胶气球的样子了 奎英属实也懵逼 老子可是三灾啊 遇到你这极品 我也是认灾了 虽然没有什么交集 但明哥那粉红大偶子 给了陆飞深刻印象 而且还能在天上飞来飞去 跟老沙玩捉迷藏 所以陆飞后来给明哥起了鸟男 这么个极其贴合的外号 最后也确实 明哥的象征动物是火烈鸟 一点没毛病 除了特征 还有就是根据人家身上 最显眼的东西起外号 第一次见到陆琪的时候 鸽子哈德利一直替陆琪说话 像陆飞这种脸盲家不记名的 遇到会说话的鸽子 对陆飞来说 可能压根就是陆琪的富裕 后来干脆直接就叫陆琪养鸽子的 当然还有根据别人发型来起外号的 银湖福克西 因为留了一个怪异的冲天中分 因此被陆飞叫做分槽头或者屁股头 所以只要福克西戴上假发 遮住发型 即使是显而易见的女装大佬 陆飞就完全认不出来了 还问了一句 你是分槽头的妹妹吗 根据巴托的发型 陆飞给巴托起了一个机关头的外号 反正不管叫巴托洛米奥什么外号 这个小迷地都会激动到心脏砰砰跳 哦 巴托还有个外号 叫洛米男 一是因为陆飞通常记不住太长的名字 二是洛米男和洛米奥也是个谐音 陆飞简直就是谐音梗大师呀 当然除了巴托的名字长 当时陆飞第一次想叫罗的全名 也是因为名字太长 所以特拉仔特拉男 这个外号也一直成了罗的专属 最绝的当属是小马哥的菠萝头 这个应该是腹黑的罗宾 和脑回路奇特的陆飞 极度默契的成果 当时陆飞苦思冥想 也想不到马尔科是谁 只有罗宾在背后默默的说了一句 长得像波罗的那个 然后陆飞毛色顿开 恍然大悟 波罗小哥马尔科横空出世 只要不喊招世明 就以为他们一直在平A 在放技能的时候 炫酷动作特效拉满 再加上一句听起来 极其于耳霸气的招世明 比如陆飞的狗摸狗摸挠 索隆的喜喜碎碎 不过还有这么一帮实力顶尖 一直都不喊招世明的人 甚至可能就是懒得想 所以一直感觉他们在平A 比如鹰眼 从东海登场 一刀把船砍成两半 到顶上战争 上来就怼白胡子 之后又是一刀把冰山拦腰斩断 鹰眼惜字如今 一直秉承着说话不打架 打架不说话的习惯 两年后 徒弟索隆都学到了师父鹰眼的精髓 遇事不慌先砍船 而鹰眼却没有从索隆身上 耳濡目染到 漆步成手师 转身不认路的特质 而且这些不喊招世明的人 能极其娴熟的把大招的伤害 用平A的手法打出去 极具迷惑性 将战国那看起来 相当有视觉冲击力的果实能力 怎么着 也得有个像什么 大威天龙 大罗法兆 世尊地藏 般若诸佛之类的大招吧 哎没有 一屁股坐下来 抬手一掌 二话不说 平A加AOE 附赠暴击和穿甲效果 把黑胡子全团 那是给干的群兔血 黑胡子也懵逼了 这一掌是他妈平A 而且刚才打王陆飞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呀 当然同样懵逼的还有小马 被卡普突然的一击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拳 给打到怀疑人生 小马只能无助的看着卡普 你要提前喊个招世明 我也不至于横冲直撞进去了 别看卡普正经打架的时候 不喊招世明 不过还真有两招 是有名有姓的 一招叫拳骨陨石 就是人肉炮弹发射器 碾陆飞的时候使用过 还有一招大名鼎鼎的爱之铁拳 专属试用人群 艾斯 陆飞 萨伯 可能还有一招 叫爱之拖鞋拍 白胡子每一次看起来都是平A 但是每一次属实都是大招级别的伤害 只要不喊招世明 清兵的那下是普攻 差点把马林凡多 移为平地的那下也是普攻 黑胡子面对白胡子 自尽心爆棚 吸了白胡子几次伤害 就觉得天下无敌了 最后被白胡子一记真平A 给砍翻在地 事实证明 皮肤和特效 只能证明是克金玩家 输赢还得看微操 除了这些 还有海贼王的诱腕 兼职镀魔工人的雷利 老黄的天从云剑都拔出来了 雷利不玩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主要讲究一个实用 哦 要说目前不用吼 也不平A 但最低调奢华有排面 杀伤还很大的招世明 那一定是红发的 这也就是巴基能干出来的事 巴基一个十几岁 就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 年纪轻轻 错意之人 亿万富翁直接打了水漂 一个满脸不屑 果断拒绝了未来四皇邀请的人 一个开军没多久 就被陆飞打飞的人 那会儿的巴基 甚至连该溜子都算不上 因为不仅没有滑子 连身子都没有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 伸手易触都能活蹦乱跳的极品 总能在一个绝境中 跳到另一个更绝的绝境中 然后在绝境中逆向崛起 挂着1500万寒酸的上金 那是到处寻找大宝藏 仅凭锄头放水 搁几个一路高歌猛进 本想着荣华富贵暂且不论 摸金笑位还不上手就来 然后就稀里糊涂 直接干到了人家海军的地下秘密基地 卡普的副官在这都看懵逼了 要说威胁程度 巴基这波操作 至少值几个亿才对 属实是从一个绝境 跳到了更绝的绝境 蹲进了推进城 但是对付巴基这种 不上海楼时 就算是把他放到能困死四皇的监狱里 那也是屁又没有 这刚进去还没多久呢 四分五裂果实能力傍身 只要有一丢丢的缝 跃个玉那还不跟玩一样 后面又趁着推进城里一片混乱 和三哥一起免费开锁放人 巴基还被这堆人追捧为救世主 在推进城大撤退的时候 巴基跳到木板上 跟着老沙 盛平去抢军舰 小弟们就惊呼呀 巴基大神 居然可以和两位前任七五海平起平坐 这才几杯茶的功夫 未来大老板巴基 通过几拨操操作 在别人眼里 就从该溜子的地位 上升到了七五海 其实巴基是觉得 跟着七五海 要比被麦哲伦堵堵在门口更安全 甚至一度以为 找个机会就可以溜了溜了 这是没想到呀 跟着七五海去干海军 更危险 被盛平一个海流过肩摔 给甩军舰上去了 脑袋朝下摔得够呛 然后果不其然 从推进城这个绝境 又到了更绝的绝境 顶上战争 这回不是跟七五海平起平坐了 是跟四皇平分秋色了 老沙怼四皇 刚元帅属实秀 巴基秉承着君子动口不动手 从四皇白胡子 到四皇香克斯 那是骂完这个怼那个 最后与白胡子达成联手 与红发称兄道弟 整个战场上 三言两语就能跟四皇攀上关系的 只言片语就能把元帅战国气炸了的 千刀万剐 也对着鹰眼照喷不误的 当属巴基吃得最开 在战国眼皮子底下开直播 拿口红涂鼻子 也就巴基能干得出来 顶上战争 一系列骚里骚气的操作后 当初跟七五海平起平坐的笑谈 变成了现实 1500万赏金的王夏七五海巴基 一路走来 基本上都是靠刀山火海上骑独轮车 玩命当上的 可谓是含金量极高 虽然现在七五海制度废除了 不过别忘了 巴基还有自己的大公司 快递物流雇佣兵服务一应俱全 当年创业未办 而中道预算打了水漂的小伙 如今已经可以称得上一声巴基老板了 海贼王这事没什么谱了 但是地下世界的新joker 那还能观望观望 海贼王中赏金被低估的那些卷王 选赏金是一个人实力和危险程度的综合体现 不过有些人的赏金和他的能力并不是很匹配 他们本该有更合适的档次 首先红发在剧场版和主线里 都展示了动不动就要秒人的习惯 再加上一招熟悉的神币 堪称是在世罗杰 然而他的悬赏金是40亿4890万 在老四皇里面排名第四 红发再怎么低调 感觉也比白胡子能闹事 危险程度只高不低 当然也可能是红发属于世界政府的关系户 再加上当上四皇的年头 比其他三位要少得多 要说红发实打实的悬赏金 50亿级别和白胡子匹配应该没有问题 老沙选赏金19亿6500万 这个赏金还算对得起老沙 跟谁都能搓个沙豹 五五开的实力 只不过比表面实力更值钱的是 私底下的谋略 合治国之后老沙本应该是四皇的 然而巴基的霸王色运气再次爆发 从1500万飞升到31亿8900万加冕四皇 不得不说这本应该是老沙的待遇 毕竟他才是十字工会创始人和董事长 但看得出来老沙很稳 顺坡下驴让巴基当这个扛雷的CEO 比那些虚的更有价值 艾斯悬赏金5.5亿 罗杰血脉三色霸气加持 刚输海没多久就占平大河 占平盛平 和黑胡子斗得天昏地暗 顶上战争 手脚估计都被捆麻了 也能和青智拼技能五五开 和赤犬对拳 说到这一串 最开心的应该是斯摩格了 因为艾斯当然说 你是烟我是火 我俩不分胜负 当时有些果实相克的设定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话又说回来 艾斯的实力足以让世界政府 发七五海的offer 再加上是海贼王的血脉这一点威胁 两年前艾斯的赏金 怎么着也得有个七八亿才合适 如果艾斯现在还活着 十几亿也不是问题 萨博悬赏金6亿0200万 作为革命军的二把手 龙和熊一手栽配出来的萨博 在德岛可以和藤虎有来有回 藤虎没太用权力 萨博稍微有点费劲 但世界会一篇 萨博再战藤虎外加绿牛双大将 这个时候萨博有了军队掌门的帮助 完事藤虎头上缠了绷带 战斗看起来非常激烈 萨博在马力乔亚成功救出熊 并全身而退 革命军本身就比较有特殊的一个组织 矛头直指世界政府 萨博应该有高于皇团皇父的价值和威胁 赏金十几亿也合适 此时斯摩格又笑了 因为在剧场版里 他也能和萨博五五开 索龙悬赏金十一亿一千一百万 确实低了点 其实草帽团一直以来都被各种压赏金 见怪不怪了 但是索龙在鬼岛砍上凯多 单挑打败劲 含金量足够 CP0是不是把战技给记漏了 何况索龙还是个卷王 立志卷掉三十五亿九千万的鹰眼 然而索龙的赏金并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以十三亿九千万的劲还低不少 索龙这波至少也得十五亿往上走吧 陆飞悬赏金三十亿 基德和罗各拿三十亿先不说 不过基德和罗是联手打大妈 陆飞这边呢 凯多是被超新兴联盟 赤俏武士大和鬼岛这些原因 消耗了一波又一波 但大多时候都在和陆飞一个人打 吴老星也被尼卡果实的觉醒 整得焦头烂额 威胁程度足够 陆飞的赏金就算不高于黑胡子的 三十九亿九千六百万 也得有个三十五亿往上吧 一碗水端平稍微有点迷惑 乔巴和贝波 这俩难兄难弟 有些人虽然卷得辛苦 好歹赏金大幅上涨 他俩一直在卷 一直被当宠物 乔巴涨到一千了 五百的贝波应该也涨了 估计也是千位数级别 如果巧了 兄弟俩一起到一千 在海贼王里 一根茄子是一百贝利 乔巴加贝波 能换这样的一箩筐茄子 总之 悬赏金这玩意儿比较有意思 有像巴基 乔巴贝波这样的乌龙 也有红发陆飞这样的小九九 很多隐形实力 也不会记住赏金 不过如果赏金和能力 差距有点大 那指定就是被低估了 草帽一伙的悬赏令照片 都是在哪被拍的 首先是路飞的悬赏令 从三千万到四亿 都是用的同一版照片 这个照片上 有乌索普的后脑勺 和一处废墟 剧情中给出了答案 是在阿龙乐园所拍 路飞打败阿龙后 又揍了一顿老鼠上校 老鼠气急败坏 让手下拍了张照片 传给总部 立刻通缉 老鼠当时还觉得 情急之下 把路飞拍的根本不像个海贼 由此有了路飞的首次悬赏令 三千万 德雷斯罗萨五亿路飞 更换了照片 从轻薄的红衣来看 可以排除 在德岛和冰火岛后半段所拍 那会是向日葵上衣 和后外套 照片背景 虽然没有明确参照物 但绿色背景 也可以排除 是冰火岛前半段所拍 最有可能是 江波地群岛 和愚人岛海之森两个地方 此时照片上还有一个线索 就是背景中 有滚滚烟尘出现 可能是当时有炮火所致 对比后来的15亿悬赏令 这个不是纸张问题 那真相就直指 两年重巨石的战斗期间了 路飞的绿色背景 正是香波地的巨数 烟尘弥漫下 颜色也会比较暗淡 更接近 所以这一版路飞的照片 由战涛丸部队 拍摄于两年重巨石的香波地群岛 路飞最新版 30亿倍率的悬赏令照片 是路飞果实觉醒后 无脸笑的照片 拍摄地就是归岛了 草帽团其他人的最新悬赏令 暂时还没有出来 等海贼王恢复连载 会一并公布 然后是索隆 阿拉巴斯坦之后 首次悬赏6000万 索隆头上挂彩 周围也有炮火 符合这个环境的 在那之前 也就阿拉巴斯坦了 重要的是 乌索普大神 又出现在了伙伴的悬赏令上 这次是一个鼻子 和模仿老沙的勾子手 答案也很明显了 就是乌索普在索隆面前 模仿老沙 揣摩对方心理的时候 索隆被拍到了 两年后 3.2亿版本的照片 是头上绑着头巾 可以锁定两个地方 愚人岛清理杂兵 和得岛虐皮卡 打皮卡的时候 索隆几乎都是空中作战 一气呵成的 没空摆pose 而脸上也不太干净 不符合照片形象 而在愚人岛 游刃有余的虐菜 跟三智比赛 摆出帅气造型的时机多的是 所以这张照片 应该也拍摄于此 然后是三智 第一版是个画的 还闹了个乌龙 让莫名其妙 接了锅的迪巴鲁 天天被海军追 得岛之后 三智终于换照片了 只能说比以前强 这个照片 想必大家也有印象 就是三智在渊恩岛 往人与姐姐堆里 跳的时候 被抓拍的一张 然后是乌索普 前两次出选赏 乌索普虽然没有 单独的选赏令 但大神一次蹭到了陆飞的 一次蹭到了索隆的 第三次全员选赏 终于勉强 算是有了自己的宣赏令吧 狙击王 根据面具的损毁情况 这已经是遇到 加布拉之后了 而且后面天空面积很大 应该是比较空旷的地方 除了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室内 那只有一个时机 就是在司法塔上 给弗兰奇送钥匙的时候 当时乌索普那么招摇过世 开局还把政府旗帜给射烂了 不拉仇恨才怪 第二版是德岛后 告的乌索普 这就很明显了 在德岛竞技场下面 海尔丁高举告的乌索普 摄影师就藏在 下面膜拜大神的人堆里 然后是纳美 纳美的两张都很好找 第一版有弗兰奇家族的人 拿着烤串 旁边有喷泉 勇一款式等线索 当时在水之都 最后开宴会的时候 被人给骗拍写真了 第二版 他身后有余恩岛 随处可见的珊瑚 绿色的吊带颜色 和当时吻合 所以纳美在余恩岛 又让人给骗拍了 然后是乔八 乔八的第一版宣赏令 有三个线索 围栏 下雪天 棉花糖 乔八在长炼岛 才第一次吃到棉花糖 但当时 不符合有围栏和有雪 两个条件 他这个照片 只能说载制 私发导片 最有可能是 送别梅利号之后那段时间 当时冰山他们的船 在后面 准备接草猫团回去 所以乔八应该是 在送别梅利号后 登上冰山的船 被人用棉花糖 安抚了情绪 符合有围栏 雪 棉花糖 三个条件 而且乔八当时 全程没有背书包 形象上也比较一致 接着被某个特务抓拍 爱吃棉花糖的 托尼托尼乔八 宠物五十倍里 乔八的第二版 暴涨到一百倍里 照片又有棉花糖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 它的穿着 所以可以排除 德岛时期的迷彩衣服 在冰花岛时期 乔八弗兰奇 有过一段时间的身体互换 弗兰奇恰好最讨厌吃甜食 而且这个地方 也不太可能有棉花糖 这种东西 所以可以排除冰花岛 愚人岛和香波地 更称向于在香波地拍的吧 因为当时符合穿着 背着书包 和有棉花糖三个条件 然后是罗宾 第一版悬赏令 是在他八岁时 流离失所时期 除了知道在船上 具体地点就无从查起了 第二版比较明显 罗宾当时在放技能 有阶梯 有海军 就在司法岛最后的突围阶段 掩护陆飞 凯旋时被人所拍 第三版 罗宾身后有花瓣 依然是在放技能 发型和头饰上 可以排除是德岛 香波地重聚时 罗宾没有参与岛内的战斗 冰花岛时期 在罗宾使用技能的时候 额头上并没有挂着墨镜 所以符合条件的 只有在鱼人岛战斗的时候所拍 然后是弗兰奇 第一版有大炮和战火的背景 脸上有战损 并且引起了海军的足够重视 那只有在司法岛的突围阶段所拍 第二版是他的弗兰奇将军 背景上有珊瑚和断牙 那就是在鱼人岛展示 两年修炼成果时 在鱼人岛广场被拍的 然后是布鲁克 第一版当时布鲁克还是个人 后面有战火 像是在战斗 而且惊动了海军 是在伦巴海贼团时期所拍 后来的后来 拍照侠们倒是也省事了 扯了一张布鲁克演唱会的海报 直接改成了悬赏令 还挺有设计感 最后是盛平 最新悬赏金4.38亿 只是悬赏令的真容还没出来 第一版的是在很多年前拍摄的 在太阳团早期 这个剧情里也有 首次悬赏7600万 再后来2.5亿被招演为七五海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另外 悬赏令照片这种本来是 可以随便画画的东西 仔细看见 居然都可以看出具体是在哪拍的 不得不说 韦田是真的处处用心了 三智的那些充满事故的悬赏令 要说草帽团里最有故事的悬赏令 那非三智莫属 他的这张神奇画像 甚至间接改变了大海格局 现在鬼岛上的局势 也和三智的悬赏令脱不开干系 从司法岛之战后 三智预感到自己要被悬赏 当时他幻想了一下 自己的悬赏令 英俊 潇洒 帅气一定是标配 实际上 三智原本的悬赏令照片 确实是张照片 也是草帽团里最帅的 就是这样的 只不过这中间出了一点点小意外 才变成那样 关于这一点 韦田在设定集里 梳理了这张悬赏令的来龙去脉 首先当时火焰拍照侠 接到了跟踪黑足三智的任务 他以媲美熊猫人 无处不在的能力 从长链岛到司法岛 期间一路拍到过多次三智的瞬间 根据时间顺序是这样的 第一组瞬间 在索隆三智赢下五斗球那一场比赛后 两人赛后一如既往的互相吐槽 但被纳美扒开脸劝开 没有拍到三智的正脸 后来在海上列车上 三智被拉面人的拉面光波袭击 为了脸不被划伤而双手防御 又没拍到脸 接下来第二次瞬间 这一次就是三智被拍到的唯一正经 且潇洒飘逸的一张 在突破司法岛正门的时候 三智驾驶着布鲁王 带着伙伴们去追路飞时 被抓拍的一张 这一张本应该是三智的悬赏灵照片 结果当时拍照侠并没有意识到 他没有打开镜头盖子 第三次瞬间 三智遇到卡利法的时候 被一脚踢碎 三智露出痛苦扭曲的表情 第四次瞬间 三智被卡利法的泡泡果实 变成人偶丢了下来 当时纳美都愣了一下 这真的是他本人吗 第五组瞬间 在三智以猎人之名 从加布拉手里 救下乌索普纳美 但是见到纳美的三智 表情深姿过于抽象丰富 根本没有拍下去的切入点 到最后洗出胶片时 因为没打开镜头盖嘛 那张最帅的照片 是张黑底片 直接报废了 其他的也没有很正经准确的形象 拍照侠干脆根据他的印象 画了一张 也就有了三智的第一版悬赏令 也成了三智身上 一辈子的逆拎和痛楚 最搞的是 居然有人真的和这张画像 长得一毛一样 笔巴鲁 闹出了一个乌龙事件 还气得三智不行 后来因为这张悬赏令 三智还被小一万捉弄到吐血 然而这张悬赏令照片 给他带来的麻烦还不止于此 导致三智的第二版悬赏令 变成了直取活着 那会儿三智是天龙人的猜测 沸沸扬扬扬 最后三智虽然不是天龙人 但他的家族 曾经倒是和天龙人 有密切联系 由于第一版悬赏令的缘故 加智得知了三智还活着 于是就利用政府加盟国的关系 修改出第二版悬赏令 后来并威胁三智回去联姻 间接引发了蛋糕岛事件 可以说除了童年的不幸 后来三智所有的巨大苦难 都是这两张悬赏令造成的 归根结底还是第一本引出来的 然而第一版悬赏令照片的蝴蝶效应 还未就此打住 蛋糕岛事件后 三智的赏金上涨 更新悬赏令 第三版悬赏令照片 还是第二版新兴演的 凑合能看吧 死活标准也不搞特殊了 改了回来 但重新跟杰尔玛扯上关系的三智 这回是名字改了 文斯莫克三智 这可是他最最讨厌的东西 而且赏金上涨 跟杰尔玛的恶名也有关系 又是气得三智跪地不起 所以从三智的第一版悬赏令 被划出来 到加智知道三智还活着 后来三智被威胁去蛋糕岛 陆飞带人大闹四皇大妈地盘 战后其赏金飞越至十五亿 接着大妈带着对草猫团的仇恨 与凯多结盟 到现在双黄的败局已定 平衡崩塌 曾经的朝鲜猩们 取代旧时代强者的大海格局的趋势 已经无法阻挡 然而促成这一切的关键起因 当时拍照侠了一次小小的马虎失误 没打开镜头盖子 画了张像又不完全像的肖像 所引起的蝴蝶效应 可以说功不可没 当然不管有没有这张画像 三智当时迟早是会被悬赏的 后面的事情也是注定会发生的 不过就这张神奇的悬赏令来说 表面上全是故事 实际上背后全是事故 一张沦为笑柄的画像 能间接引起大海格局的巨大变动 这张悬赏令神奇 也就神奇在这了 海贼王中时尚杂志封面级别的悬赏令 有人的悬赏令 能让本尊一言难尽后 顿时让人口吐芬芳 但有人的悬赏令 动作姿态气质 堪称是一张精致的写真 卡文迪许的悬赏令 当时卷心菜以2.8亿悬赏 成为当年的华丽超新星 张贴出来的通缉令 成了偶像海报 被一阵轰抢 一时间也是风光无限 但在海贼世界里 保持热搜的根本手段 是比谁更能捉 所以第二年就被极恶世代 抢了风头 虽然卷心菜心里不平衡 发起火来很狼狈 但不得不说 他的颜值和悬赏令 真就是妖艳道无可挑剔 也就山智的整形踢 能勉强踢出这种效果 锁龙的悬赏令 如果说卡文迪许的悬赏令 柔情精致 那锁龙的就是铁血硬汗 前两次悬赏 一次6000万 一次1.2亿 用的都是战损版形象 脸上还挂着些许智嫩 但是这个角度 这个气质也是很帅了 得到之后 3.2亿版本的悬赏令 从智嫩到成熟 眼神里甚至还有一丝孤傲和不屑 简单来说就是拽得飞起 一看就是绑上头巾 师哥朗诵 刚砍完人的状态 锁龙在和之国的本土通缉令 更是化的低沉而霸起 同样是化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三智要是能来一张这样的 做梦都能笑醒 红发的悬赏令照片 乍一看很帅 然后越看越帅 毕竟面子过时 也可以让相机给个面子 当然红发本来就帅 只是感觉照片帅的 多少有些操作感 就感觉贝克曼在旁边 拿着个吹风机 给他的头发做氛围 也就有了红发自拍悬赏令的梗 红发是先让相机给他个面子 自拍出来一张精致的照片 然后找吴老星要面子 让他们把这张自拍 当悬赏令照片 然后微微一笑 大功告成我真他妈帅 布鲁克的第二版悬赏令 他的第二版悬赏令独特在 直接就是他演唱会海报 改成的悬赏令 一个会唱歌的骷髅 加上话里胡哨的排版 摇滚又与众不同的时尚 也就独此一家了 纳美和罗宾的悬赏令 起初纳美1600万版本的悬赏令 真就是当做杂志写真拍摄的 场景是在最后水之都开宴会的时候 给纳美拍照的人 应该就是火焰拍照侠 当时称自己是杂志设计者 后来纳美直呼被骗了 纳美的第二版6600万悬赏令 依旧如此魅惑 姿势还是一样的 只是角度从侧面变成了正面 看样子又是让人给骗拍写真了 索隆直接吐槽 又是什么时候让人给拍的 看吊带和背景 应该是在愚人岛被拍的 罗宾第一版悬赏7900万 还是罗利时期 第二版8000万 是在司法岛最后阶段 被拍了一张测研的 预解气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罗宾的妈妈尼可奥尔维亚 也有悬赏令 罗宾和他妈妈长得也是巨像无比 几乎就是同一个人换了发色 罗宾第三版1.3亿 罗宾这一版属实有些惊艳 预解的颜值和气质 更是无懈可击 罗宾第二版和第三版 都有放技能时候的花瓣 可以说是完美点缀 跟乔巴每次都有棉花糖 陆飞前几次都有乌梭普差不多 不同的是 乔巴是用来点缀棉花糖的 因为一百倍率 真的买不起棉花糖 女帝和鹰眼的悬赏令 鹰眼这个气质怎么说呢 就是他但凡平时真的用黑刀叶疯狂划船 也会觉得他划船划的是真帅 女帝这张应该就是随手一拍 尽管如此随意 但女帝好像在说 拍吧 切身怎么拍都好看 女帝的悬赏令 在狂热行动中也出现过 下面展示的赏金 还是他成为七五海之前的原赏金 八千万 艾斯的悬赏令 刚出名的时候的悬赏令 还有些青色 后面就更加放得开了 如果说陆飞的悬赏照片 是个开心的欢乐少年 艾斯的气质就是意气风发的 匹帅大男孩 而且两人的悬赏令照片的动作 非常相似 韦田可能是故意为之 冥冥之中 弟弟再向哥哥致敬吧 艾斯两年前的赏金就高达5.5亿 不仅是超新星身份 还拒绝过当七五海的邀请 顶上战争中殒命 更是让人多少有些意难平 海贼王里神奇的悬赏金 海贼王里目前已知的最高悬赏金额 罗杰的55亿6480万倍率 已知的最低悬赏 乔巴的100倍率 这个差距虽说惨不忍睹 但是罗杰能干的事 乔巴也不是不敢干 乔巴敢挡43亿8800万的四皇大妈 能怼13亿2000万的奎英 虽然肯定不能像罗杰那么强 但是在和之国的表现 乔巴证明了 谁才是海贼王里性价比最高的海贼 战斗员 船衣 宠物 暖宝宝 翻译官 代步工具 储备粮 不要998 不要598 通通打包 只要100倍率 一份报纸的价钱 悬赏金这个 也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在纳美 第一次被悬赏1600万的时候 直接就蔫了 作为胆小组成员 他可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出名 相比之下 陆飞对赏金的态度 就跟打游戏升级一样 突然涨了这么多 无比高兴 陆飞 他的15亿悬赏传开后 陆飞因为数漏了一个零 以为自己的赏金降了 悲愤交加 悲痛欲绝 痛哭流涕 悬赏金也有名副其实的量号 那就是熊猫人的量号版悬赏金 3333333倍利 虽然价位不高 但重在量 熊猫人本人和他的赏金 都堪称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草帽团 目前单次数额增长 最多记录保持者 是陆飞 5亿到15亿 一次涨10亿 草帽团 单次数额增长 最少记录保持者 是乔八 50到100 一次暴涨50倍利 团内单次涨幅最大的记录保持者 是吴索普 从第一次的3000万到第二次得到的2亿 涨了大约6.7倍 不管是纳美的翻4倍 还是陆飞的翻3倍 就论单次涨幅这一块 都比不过乌索普 团内单次涨幅最少的记录保持者 是罗宾 当时司法岛之战结束后 罗宾赏金来到8000万整 稍稍一想 这明显是涨了个寂寞 罗宾8岁时 第一次选赏 就已经7900万了 只涨了100万 合着世界政府就意思意思了一下 所以那一次涨幅就很少了 不过得到之后 罗宾第三次赏金 涨到了1亿3000万 相比于草帽团其他人 对赏金像什么攀比 抑郁 开心 不服气等 各种各样的在意程度 对8岁就挂着大几千万的悬赏 走南闯北的罗宾来说 他对这玩意儿倒是没什么兴趣 所以罗宾呢 还是比较喜欢 那个卡哇伊的龙更多一点 哎不对 图配错了 哎 这样就对了 还有一个关于悬赏金的梗 因为罗吃的那颗手术果实 明码标价50亿倍率 然而罗现在的悬赏是5亿 所以根据多退少补的原则 罗他本身居然值负的45亿 专心当海贼的巴基海贼团 海贼王罗杰被处刑的那一天 很多行业大佬都在场 红发巴基作为罗杰的船员 在下面痛哭流涕 罗杰的时代落下帷幕 曾经的伙伴 要么卸甲归田 要么重新出发 当时红发念在和巴基 是从小吵到大 玩到大的好兄弟 邀请巴基成为自己的第一个伙伴 所以巴基差点就成了 四皇红发的第一个伙伴 但巴基果断拒绝了 航海冒险真是太过无趣 一夜暴富才是毕生追求 巴基觉得就是因为红发 自己才误吞了四分五裂果实 还丢了藏宝图 对此耿耿于怀的巴基 自立门户去创业 多年之后 红发成了大海上的四皇之一 巴基也有了自己的海贼马戏团 最开始登场的手下 有独轮车舰士卡巴基 训兽师摩奇 还有一头狮子利基 说是海贼团 这分明就是马戏团 当然在最初的手稿里 巴基的手下还有索龙 幸好这个设计最终没有敲定 索大险些就成了一个龙套角色 真正的海贼 当然就是为了搞钱 巴基团在船长巴基的带领下 也一直在搞钱的路上折腾 亚尔利塔和巴基合作后 准备先在罗格镇杀个路飞驻住性 结果一道闪电下来 巴基糊了 一团烟雾过来 巴基团被团灭了 打架这种事情 真的不适合巴基团 还是专心搞钱吧 进入伟大航路准备大展拳脚 有夫对联 上联是前有巴基 没有藏宝图 挖到海军基地 下联是后有巴托 不带航海士 纵横伟大航路 横批 一个靠运气 一个靠奶奶 都是人才 而巴基这波送人头的操作 也让他免费住进了 推进城的大单间 然后他那几个有情有义的部下 被亚尔利塔带了节奏 直接就抛弃了自己的船长 灰溜溜地跑路了 但巴基何许人也 前海贼王船员 最强霸王寺运气 敢将红发的面子 踩在脚下摩擦的人 巴基也从不缺追随者 这一支巴基监狱海贼团 跟随巴基大闹推进城 勇闯正义之门 空降马林凡多 把本意要镇压海贼的残酷战争 硬是直播成了 One Piece的宣传片 声名大噪的巴基 也被冠以大神之名 就连世界政府战后 也向巴基抛出橄榄枝 巴基不仅带着三哥 以及推进城的小弟们 和老干部成功会合 还挂名成了七五海 再加上之前从路飞那里 得到的约翰宝藏藏宝图 一个东拼西凑 总悬赏只有几千万的海贼团 奇迹般的在新世界 有了一席之地 而且混得还不错 巴基也摇身一变 成了大公司董事长 但是随着德雷斯罗萨事件 和七五海的废除 巴基公司最大的招牌 聚兵海贼团 先是在海尔丁的带领下 加入了草帽大船团 等于是被路飞挖了墙角 如今世界政府也派中将 前来抓捕巴基海贼团 巴基在一阵嘴炮之后 果断选择溜了溜了 但巴基团的故事 还远远没有结束 毕竟在巴基大神身上 有个传说 他的觉醒能力 是可以撕碎红土大陆 完成四海皈依的存在 巴托洛米奥为了偶像 能干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巴托洛米奥 可以说是草帽团 尤其是路飞的 最狂热 是大海上最奇葩的一艘船 它融合了草帽团伙伴们的元素 船头是路飞 船尾是乔巴 甲板中央是梅利号的羊头 而且还有象征着纳美的橘子树 不得不说 这艘船简直太有爱了 都知道巴托为了路飞而出海 而且船上压根就没有航海事 全靠打电话 求助乡下奶奶 奇迹般的到了新世界 在获得了路飞的生命卡后 更是宛如 找到了指引人生道路的灯塔 把他视为船上供奉的神物 只要一个电话 随叫随到 航海事他们可有可无 但最屌的是 船教士他们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胸前有个十字架纹身的精神小伙 就是巴托船上的船教士 钢比亚 因为巴托他们有个路飞前辈教 没有听错 他们是真的有这个教 这个钢比亚就是负责人之一 在索乌和路飞他们分别后 巴托一伙人除了到处船教 还给人推销草帽路飞的兄章 上来就把一个地方的大佬给干趴下了 巴托他们给当地黑帮 强行兜售草帽兄章和团徽 不愧是当年150个镇子的扛把子 属实牛皮 但是这个地方的人 指了指头顶上的一面旗帜 表示这里是四皇的地盘 接下来就发生了令人目瞪狗呆的事情 巴托他们二话不说 把四皇红发的旗给烧了 给给给烧了 真牛皮 把红发的旗给烧了 还甩了一句四皇关我屁事 巴托他们八成只知道 那是某个四皇的海贼旗 真不知道碰巧就是四皇红发的 毕竟巴托跟小弟们 讲过红发和路飞的事迹 红发表示 年轻人不讲武德 我大意了 没有换成黑胡子的气 年轻人耗自为之 而且巴托对待草帽一伙的态度 和其他人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别管其他人赏金多少 贡献多大 不是草帽团的人 一律按其他人处理 最搞的是 得到一战后 巴托把草帽一伙的最新悬赏令 收藏起来 研究的透透的 唯独把罗的悬赏令扔了 罗表示根本不感兴趣 巴托还冲罗做鬼脸 包括对路飞说坏话的人 直接就摁到墙上 再敢说一句就割舌头 骂路飞就等于骂巴托 黑道老大可不跟你开玩笑 之前巴托刚登场的时候 给人一种很难对付的印象 没想到居然是个 无比狂热可爱的小迷弟 有着比女帝还过分的美颜滤镜 直接就能把路飞的画风 辟成卡文迪许 而这个小迷弟 为了偶像做出来的事情 搞笑中透着牛批 令人匪夷所思 又让人拍案叫绝 实在是太逗逼了 海贼王脸那些奇奇怪怪的悬赏令 除了有山智独特的手绘通缉令 布鲁克的演唱会海报 改成的悬赏令 红发的堪比自拍的悬赏令 还有凭悬赏令 抓不到真人系列的悬赏令 作为将星之一的克利加 其实是一个 还有点痞帅的精神小伙 但是他悬赏令照片的长相 不能说是和他毫不相干 但也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因为克利加很怕疼 要么就是躲在饼干士兵里面 要么就是让饼干士兵 去干这些脏活累活 因而悬赏令上的照片 就成了克利加的饼干士兵 克利加的无限饼干 能造出来一国家这玩意儿 那也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这样抓他 那属实能把海军给抓懵逼 所以仅凭悬赏令 能抓住克利加真人 才是有鬼了 同样还有弗兰奇的第二张悬赏令 明明是弗兰奇将军的头 和克利加一样 等同于弗兰奇的马甲 而且是黑犀牛和弯龙坦克 组装合体出来的形态 平时绝第三尺也找不出来 再加上弗兰奇的那个摆变发型 是更加硬核 就算用第一张把它放在人堆里 那恐怕也难找 既然有山智这种 丑到让人发抖的悬赏令 也有纳美这种惊艳到 不像悬赏令的悬赏令 没错 其实纳美的悬赏令照片 起初就是当场写真拍的 因为拍照的人骗纳美说 自己是杂志设计者 纳美就美滋滋的配合了 没想到的是 是要做通缉令用的 不过纳美第一次 拿到自己的悬赏令时 还对照片很满意 毕竟拍的还不错 阿剑直接就吐槽 这哪是悬赏令 这分明就是征婚照吧 到了第二次 还是熟悉的姿态 还是熟悉的韵味 估计又是被骗了 毕竟纳美肯定不会拒绝 有人要给自己拍漂亮写真 就连锁龙都忍不住吐槽 而且纳美因为悬赏令过于美艳 后来还有个海军 因为悬赏令照片 而喜欢上了纳美 不惜搁置任务当面表白 大多数人悬赏令奇怪的点 都是在照片上 而乔八不一样 是更深层次的邪门 乔八的两次悬赏令 都有棉花糖出现 作为一只驯鹿 鹿角鹿皮鹿肉什么的 都不止止吐槽贝利吧 就连棉花糖也不止是这个价 也就是说 把照片里的所有东西分别拆开 分别所对应的价值 都远远高于吐槽贝利 但是只要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贴上乔八的名字 他就止吐槽 乔八太难了 不过当时乔八巨大化后 连伙伴们都是第一次见 何况更不知情的海军 五十就五十吧 后来得到一战 乔八打了圈酱油 赏金还翻倍了 但高岛片又是变大 又是党大妈 乔八心想 这下总该认识我了吧 结果一分不涨 说好的越努力越幸运 这不是欺负老实路吗 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悬赏令 有些人的悬赏令 令人直呼哇塞的并非赏金 而是与众不同的气质 比如说山智 每次悬赏令都是跟他过不去 从头到尾就没有一张像样的 而山智还是非常在意自己形象的人 气得山智常常双膝跪地 以表悲愤之情 司法倒后全员悬赏 唯独山智的悬赏照片是画的 而且还剧丑 以至于让山智惊呼 这他妈是谁 原来是摄影师当时忘记打开镜头盖 拍出来的是黑乎乎一片 还以为是什么灵异现象 所以无奈之下就凭印象画了一张 而这张悬赏令 还诡异的撞脸背锅路人迪巴鲁 一张悬赏令 能同时牵连两个人也是牛皮 之后山智被熊拍到小一万那里 顶上战争后 山智选要从小一万那里 得知陆飞的情况 而又死活不承认 这张悬赏令上的照片是自己的 小一万却非要让山智证明 他是草帽团成员 否则就没有资格知晓陆飞的情况 两人就开始互相软磨硬泡 最后山智终于承认了 也费了山智半条命 这下总能透露陆飞的消息了吧 没想到这时候 山智脸上的痛苦面具 着实太显眼 小一万转而又说一点都不像 一顿漂亮的耍猴操作 气得山智直接吐血 到了第二章悬赏令 说不上帅 但最起码正常了很多 结果又跟大家不一样 明确写着直许活说 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到了第三章 山智表面上是逆袭了 直许活说变成了死活都可 赏金超越索龙 结果名字从山智变成了文斯默克山智 到头来只因为杰尔玛的恶名才上涨呢 气得差点又是一口老血 所以说本部一直都没有找到窍门 把陆飞赏金调低 把山智照片弄到巨丑 可以同时让草帽两大战力羞愤而死 而每次都跟山智作伴的是乔八 这俩人可谓是草帽团的难兄难弟 对自己的悬赏令 一个是除了赏金 对什么都有意见 一个是除了其他的 就对赏金有意见 因为赏金惨不忍睹 乔八非常难过 不过乔八的两张悬赏令上 说巧不巧的 都有棉花糖输镜 有必要告诉乔八真相了 乔八 其实海军的这150倍率 是悬赏你手里的那两串二手棉花糖 所以不要难过 这赏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别想多了 同样是跟大家不同的 是布鲁克两年后的悬赏令 那就没有其他人这么片面了 演唱会海报改悬赏令可还行 就相当于把时尚杂志的封面 撕下来加了几行字 罪犯的标签之下 又有浓浓的网红气息 堪称海贼王里最非主流的悬赏令 写真 通缉 海报 三位一体 方方面面属实令人难以忘记 当然了 除了有拿海报改悬赏令的 还有堪比用自拍当照片的 那当属是面子王红发的自拍悬赏令 虽然红发本来就帅 但这角度 这气质 这眼神 还有这飘逸的头发 有着浓浓的模特摆拍风 因而就有了红发去找吴老星要面子 想把自拍印在悬赏令上的梗 所以要说面子王可以面子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把自己最帅的自拍 印在悬赏令上 红发的面子可以问人挨个药 但红发的帅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 传达到世界各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订阅